大家好,我是Jack 我今天做的是滷水 一起看看材料 做滷水需要什么香料呢? 其实现在做滷水就很简单 一个滷水包就已经完成了 一公升的水 再加山抽 老抽 冰糖 酒 麵糞醬 和滷水包 然后煮滚 其实煮好一煲的滷水 是可以滷不同的食材 我今天就滷水鸡腿和鸡腿 滷水的时间大概需要15分钟 如果你的滷水是浸不过你的食材的话 那你就要浴浴 令到它上色均匀 其实除了鸡翼之外 还可以滷水其他东西 那当然时间也会不同 这里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表 煮滷水 煮滷水 烫冷了之后 你可以用保鲜袋包住它 放入冰箱 下次就可以再拿出来用 味道会更浓郁 如果你都喜欢我分享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和分享 多谢 拜拜